大家好,我是什么都要懂一点的Chels 咱们今天不花钱 说点Final Cut的快速剪辑技巧 技巧一,创建模板 每次咱们做新的选题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这么创建的 打开Final Cut,创建新的资源库 然后再往里边导入素材 我看您骨骼惊奇 我这里边有个模板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首先咱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模板的文件夹 这里边包含了 视频、音频、图片、缩率图、照片、项目 和输出这几个选项 先打开项目里边的Final Cut项目模板 左侧有已经建立好的时间线 视频、音频、图片四个项目 以视频为例 你可以将整理好的素材 分别放到录屏网络上下载的素材 A肉和B肉这四个文件夹里边 然后咱们再从仿达里边 拖入到Final Cut里边 对应的项目中去 就能自动生成关键词了 寻找素材的时候 直接点击关键词 就是对应的文件夹里边的素材 如果文件夹里边的文件有所更新 也不用单独一个一个在往里拖拽了 可以直接把文件夹整个的拖进来 就能在素材库里边找到更新的文件了 这个对于素材的管理 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我的建议是 咱们保留这个模板不动 每次要做新项目的时候 在文件夹上面按住Command加D 就能够制作一个新的副本 然后咱们再从副本开始创作 模板会放在简介或者评论区置顶的位置 各位需要的话请自取 技巧二 缩减资源库体积 如果您用了上面我说的模板 还请记得 在Final Cut的设置偏好导入里边 文件选择 让文件保留在原位 这样原始素材就不会导入资源库了 如果您做完了视频 发现资源库的体积非常的庞大 可以在资源库上面点击右键 显示包内容 找到第一个文件夹 里边有一个Render Files 这个就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渲染文件了 点进来之后全选 查看一下文件大小 然后就可以直接全部删除了 放心 如果只是删除了渲染文件 并不会对你原始的成片 或者时间线有什么任何的影响 出来再看你 是不是资源库小了好多 多说一句 如果你想要把媒体库转移 或者说您要想把所有的文件 都保存在媒体库里边 可以在Final Cut里边点击文件 整合媒体库资源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文件 点击好 这样所有的素材都会自动的 拷贝到你的媒体库里边 方便你之后进行迁移了 技巧三 常用快捷键 以下是我最常用的快捷键 咱们就不多废话了 懂得自然懂 不懂得您收藏一下 以后碰到了对应的情况 您自然就懂了 要插入一段空白的主故事线 只需要在选好的位置 然后按Option加W 就可以任意的进行调整了 要挪动连接片段的位置 只需要按住扑当线 然后再拖动你想要进行挪动的片段 就可以在故事线上重新的进行连接了 不会改变已经连接好的位置 要拖动整条时间线片段 又不想挪动已经连接的片段 在需要挪动的片段上面 按Command Option加上键头就可以提取了 要快速放大某一段时间线 按住Z 然后拖动指针 框选区域就可以进行精确的放大了 要快速的预览整条时间线 按Shift加Z就能呈现了 同样使用触控板的同学 只需要双指双击触控板 就能够实验同样的功能 想要复制片段到故事线的上层 只要在选择了片段之后 在你想要的位置按着5 Option加V就能够直接粘在上层了 想要加字幕 不用再去字幕缓冲器 基本字幕里边寻找了 每次我都得找半天 直接在想要加字幕的地方 按住Ctrl加T 就可以自动添加一条基本字幕了 要快速射击前面或者后面的片段 只需要把播放头 悬停在需要裁剪的位置 按住Option加左括号 就是裁剪掉前面的片段 按住Option加右括号 就是裁剪掉后面的片段 要快速调整某一段音频素材的音量 按R 然后选择区间 直接拖转音量的大小就可以了 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再回去 在关键帧的位置进行精确的调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您给个意见三点 点赞投币留言转发 因为这对我真的非常有帮助 多谢您了 咱们下期见